這怎麼玩 你上次我還不知道 來 請 99老三 8 9 2 6 3 18 那妳要這樣問 妳要這樣問她 我就10 好 來 妳要不要換人 妳會嗎 蛤 妳會嗎 妳再不給我面子 妳再不給我面子 妳要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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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在會貨 他竟然說你讓他贏 拜託耶 後面他補具有報 好 來 天啊 下面哪一個卡通 不是歐洲出產 不是妳 我要點大點面 因為他都沒水 他給我面子 妳是好人 妳們跟他在吃好人 他是好人 直接算 直接拿去 有沒有 這麼大的人 一個小孩給妳的面子 千萬不要打出 對啦 妳不要害人家 隨便 糟糕了 妳當家 妳當家 千萬到底誰當家 好 今天呢 又是親子來當家 小朋友當家 聰明的小孩 與那個的大人 說 說 愚蠢 愚蠢 好 為什麼呢 突然會冒出一個愚蠢的大人呢 在我們節目呢 有一次我們播就是親子小學堂 大家來找爸爸媽媽 跟他們的寶貝 一起來上節目 就是希望知道說 這些爸爸媽媽 平常在家裡面 好像無所不能 然後感覺上有時候家裡面 他說了算 對 可是真的到這個地方 跟小朋友把那個所有的問題 拿出來一筆 誰厲害 還不知道耶 結果是 還有一種狀況是 爸媽以前 也不告訴自己 小孩說以前自己讀的有多招 每天都要他們讀書功課好 然後呢 就曾經也發生過 就是爸媽講說 那個字寫得這麼難看 對 自己寫還是錯 寫出來以後更難看 對 對 那個時候呢 當然時代不一樣嘛 各位小朋友好不好 爸爸媽媽以前的環境呢 不像你們現在就一樣 是因為環境不好 所以才舒服 不是 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也有小孩啊 OK 好 那今天在節目現場 一樣問題要請到三個家庭 跟他們的寶貝來到現場 待會兒你就來看看 這些爸媽跟小朋友之間的PK 到底誰厲害 而且我覺得好尷尬 什麼尷尬 因為今天小朋友還有獎品 對 所以呢 小朋友為了要讓自己 能夠得到獎品 他不見得要選自己的爸媽答題 對不對 最好是不要 沒有被選到的爸媽 萬一答錯回去又 真的喔 吸引別人了 別的爸媽蠢就說了 對吧 自己的爸媽沒有被選出來 會不會很尷尬 不會… 各位一定要趕快讓出去 身頭一刀 縮頭一刀 要看來賓是誰啦 來 為你介紹現場的三對夫妻 還有他們的寶貝 今晚的親子大會考 跟小孩一同挑戰答題的大人 會是保住尊嚴 還是錯誤百出呢 面子之爭好戲登場 今天的規則非常非常簡單 小朋友來 這個地方 有你們三個人的名字對不對 對 你看只要回答三題 你就可以得到玩具 多簡單 規則最重要一點 就在這個地方 什麼 你們對自己回答的問題 有沒有把握 有 有信心的舉手 有 有 真的假的 慢走 可是重點不是在你們 重點是在於 你們回答的問題 是你們要挑這六位 爸爸媽媽其中一位 來跟你一起回答 對爸爸媽媽答題 有信心的請舉手 對 你對自己媽媽媽有信心 真的有 有 有勇敢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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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教你的話是正確的 對 你對你爸爸媽媽有沒有信心 他也要投 你中課 教課課的是我 不是你 弟弟 弟弟 你對你爸爸媽媽有沒有信心 媽媽沒有信心 爸爸媽媽 這個傷得更重 他對媽媽比較有信心 你不要選我 你不要選我是對的 不要選我 真的嗎 對 萬一以後你當上總統 連一個小問題都不會 人家就會把那問題 一直在地重播 總統怎麼可能會當得上 對 對 所以不要去到這個位置是對的 OK 好 記住規則 你們等一下要回答 除了你們自己要答對 更重要的是 你選的 對 你選的那個人要答對 如果你覺得爸爸媽媽不太聰明 就不要選他 OK 然後選過的人就不能再選 為了要讓你們 因為你們對自己爸媽比較了解 對 所以顯然你們對自己爸媽 沒什麼信心 而且你要看到 有的沒有知識就不要選 有的很娛樂你就選他 OK 但是更重要一點就是 讓你們知道別人的爸媽 到底怎麼樣 因為你們有三關要過 對不對 三關全部都答對的 這邊有獎品 全部 還是得意 這是贏者 得意 是這樣的 沒有沒有沒有 如果要是只有一個人 全部答對的話 那沒辦法 對 全部答對 對 那如果要是兩個人 全部答對 我聽不太懂 是一個人全部得對 三個兩個沒有全得對的話 全部都是我的 對 對 對 就是你這樣 而且你的例子 你的例子舉得真好 就是我全部答對 對 對 你三個你都可以 對 你那個答案是對的 如果兩個人 全部答對的話 那就每一個 另外一個答案猜拳 所以不要找你爸爸答題 知道嗎 好 來 知識題 Vivi 來 請上這個地方 知識題 就不用選我們 沒關係 我們先讓你聽完題目以後 你聽完再覺得看 剛才聽到的這些阿姨 跟你爸爸媽媽 他們所講的 到底誰比較適合答這個題目 好不好 Vivi 我雖然想要幫你 可是我必須告訴你 第一題好難喔 你幹嘛這樣嚇死 真的嗎 放輕鬆 真的假的 這題應該還OK的 好不好 好了 準備聽題目了 來 大家來 第一題 請 如果你不會就要怪你嗎 好 甄莉跟智緣 在用簡訊聊天的時候 忽然甄莉發了一個 LOL 還是I101 給智緣 好 請問101 代表什麼意思 好 那個LOL 是什麼意思 LOL 總而言之就是 學我 學我 我知道 對一點表示都沒有 我知道 不要學我 學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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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很常拿簡訊 這是日本人 日本人看過 誰常拿簡訊 快想一想 Vivi 小心你 來 Vivi 想清楚她要選生 我要選歐陽龍 她是古代的人 你要選聰明的人 不是選好的禮物 來 Vivi選生 為什麼你要休息阿姨 因為她喜歡小熊 你要小熊 你要小熊 你真的要選她 你媽媽 怎麼樣 你要選誰 你為什麼不選你媽媽 或你爸爸要選她 她不相信媽媽 拜託 你媽一天到晚都在傳簡訊 你不知道嗎 對 我知道 但是你都是用字寫的 我也有用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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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設定秀琴 我會 他是國立宜蘭大學的 好 Vivi最後選擇了 秀琴要回答這個問題 來 Vivi 來 寫答 你要什麼 好 來 來 Vivi 你說什麼 來 Vivi要選什麼 Vivi要選什麼 小熊的 中間的人 好 來 秀琴 來 下來 請 我真的沒辦法下來 Vivi 不管對和錯 你已經得到了 Vivi Vivi 妳這個問題 24小時都在傳簡訊 妳這個問題不選擇 妳爸爸或妳媽媽 最大的原因是什麼 妳媽媽都不會傳這些符號 對 妳媽媽一直說 她也會跟小朋友 在傳符號 妳都不相信 妳忘了妳有一個阿姨年紀很輕嗎 沒關係 哪有 因為題目就是甄莉跟志緣 我知道這個答案 這個是很棒的一個 等一下 為了這樣子的話 因為秀琴是Vivi選出來的 甄莉妳有板子對不對 有 妳自己在板子上也寫一個答案 如果我要是萬一 甄莉對人秀琴錯的話 那就麻煩了 那麻煩了 對…妳自己寫答案 OK 好 Vivi寫好沒 她寫好了 甄莉寫好了 好 來 秀琴 妳的答案是 爸爸答題 太陽光 弟弟哀求關主放水 這怎麼玩 上次我還不知道 來 來 來 甄莉 來 甄莉 來 甄莉 妳就一定要叫大笑聲 大笑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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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 請問一下其他人知道這個答案的 請舉手 你確定 甄莉姐 我知道 我今天才知道 畢哥哥別誤會 真的我今天才知道 我常常被最新大笑的大象 我常常被他媽媽傳的給我 我常常被他媽媽傳的給我 這個叫什麼區年 L-O-L L-O-L 對 Laving Laving or Love Love而已 真的 來 他只知道L-K-K 對… 我送一個熊給這個 來… Vivi妳多一個禮物 他可能不要 等一下 Vivi妳要嗎 沒有關係 多的嘛 為什麼不要 多出來的耶 不要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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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恭喜Vivi 可以多分 恭喜 謝謝 聰明 所以妳看 這裡頭還真的有很多大人就是不知道 但小朋友 真的不知道啊 弟弟知不知道剛剛這個就是大笑 知道 知道 陳妮 剛剛那個是大笑知不知道 所以我說現在的小朋友其實大分都知道 因為他們在學校也要學電影 真的跟我們不一樣 OK L-K-K知道 L-K-K我知道啊 就是那個 拉鍊另外一個品牌 是不是 Y-K-K這個嗎 Y-K-K 可是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事情出現 因為 Jenny 其實在家裡面 因為妳們有講說包括Vivi 妳說過Sky 妳跟孟宏兩個人要輪流照顧 兩邊嘛 對 然後妳教功課的時候 Vivi曾經跟妳唱過 會啊 她會啊 像我在教她功課的時候 她會說 我說該去寫功課 她說 就算我寫完 請問妳要怎麼知道 我總看得懂 妳寫完沒有吧 雖然不知道內容是什麼 我總看得懂 她會寫完 所以她覺得爸爸姿勢比較夠就對了 那就錯了 她爸爸更差 什麼 大家有必要這樣子嗎 她爸爸是不檢查功課的 完全不管 像她要考試的時候 有時候我在台北要錄影 我會跟她講說 那妳今天複習功課沒 妳如果明天要考試 妳要叫爸爸幫妳考試 她就說 爸爸再考我兩題 就叫我說 OK… 這樣也太深了 才考兩題 三次耶 就OK… 妳明天可以考試 這個爸爸好好 這個爸爸好懶喔 好懶喔 妳要拿嗎 其實她自己還算不錯 因為我經常問她說 比如說明天開始要斷考了 然後妳怎麼都回家不用念書 她說在學校念完了 她就會說反正我會考好的 妳要記得說 我們訂的合約 妳說合約是什麼 有合約書 妳沒有合約書 合約書內容是什麼 賺錢 好好可以賺錢 對… 怎麼樣的內容 她有分什麼 大考數學100分多少 95分多少 什麼自然多少 那個果文多少 對 每一科目都有 有獎勵有沒有處罰 處罰 我就問她為什麼 沒有寫上去 她就說不需要 而且妳一開始就沒有講 我有講 妳沒有 沒有 我跟妳講Vivi 為什麼 問把問為什麼處罰沒有寫 因為合約是我妳的 對 當然就是 寫處罰搞不好 結果 她每次隔個下禮拜 真的就說 我又欠她多少錢 因為她又考好 對 妳這樣很清楚 妳這樣的金錢 教育做得不錯 對… 所以真理妳叫Vivi 尤其在英文這一項 為什麼剛才會問到 有關於LOL 這樣的一些東西 除了妳說跟手機 或電腦這些以外 因為妳教英文 或妳叫她背英文 或什麼她常常會不背 不是 因為我們以前被英文一定都 比如說book B-O-O-K 妳會一邊唸一邊寫對不對 可是她不是 她就用看的 妳就這樣一直看 我說妳這樣就背起來了 她說對 這樣就背起來了 我說好 我等一下考妳 錯一題我就打一下 錯一個字我就打一下 然後她就狂哭 然後她就來了說 幹嘛教沒有耐心呢 教小朋友好好教 我說好 那妳教 我就出去了 一個小時後 我在門口這樣聽 一個小時等一下 因為她爸跟說 這個好難喔 這怎麼唸 我不會唸 所以唸過 她有時候我也不會 她是個好爸爸 而妳是後母 對啊 可是 我跟妳講 可是真的要這樣子 因為她就是有我的精 我從小被打到大 所以她也欠掉 可是在教小孩的過程 不覺得妳們家幾個 這樣過程當中 有沒有發生過像這種慘劇 或什麼 一定要盯著 我媽不會 我爸我打 真的喔 從來都不會 你們家的打影機有人回答了 對 你們可以不用回答了 你們兩個人的口才都不如 今天你們不用來了吧 對 她一個來就好了 不要說話了 對 對 妳有話要說嗎 沒有… 沒有 我覺得真的很慘 說真的 為什麼 我常常在那個就是門外 去偷聽她在教小孩功課的時候 包括那數學啊 久久懲罰 比如啦 或者是一些什麼公式啊 一直罵一直罵一直罵 罵到那種天荒地老了 這樣我就受不了 我說 幹嘛要這麼生氣啊 她說 那妳來坐啊 妳坐這兒啊 妳來教教看她 她就教我 答案就給我講 叫煩 我就說 我就說爸爸 她說 她就叫媽媽 就叫我 教我了 現在正在教 她就說 爸爸這題怎麼寫 她就說 109 比如說109 就答案就告訴你 答案就寫下去 我就說爸爸 然後她說 不管 只要結果是對的就好了 對啊 妳這樣她怎麼知道 怎麼出來的呢 目的就是要寫個答案嘛 可是他們 他們不是 他們要演算過 對 現在答案是 不要上內容啦 不是 洛洛